拱立胶,我们认为你很美 各位好,我是本期的新闻众讨官李淳 大淳的有来找您聊天了 刚刚参加完东京奥运会 正在国内隔离的中国千秋名将拱立胶 最近发微博说 他敷完面膜又白回来了 这段可爱的话立即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那么事实上,不仅是敷面膜 近期围绕拱拱立胶之美、爱美的话题 也频频引发了讨论 就在十几天前 拱立胶实现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 站到了奥运会最高领奖牌上 但三号一段媒体对他的采访引起了争议 记者当时问他说 你是女汉子,打算什么时候做女孩子 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他和你掰手腕能掰得过吗 就这种非黑即白 二元对立事的这种评价和摄问 确实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 因为女性被谈论的绝不仅仅 只是外表和婚姻 女性还有很多美丽 值得发现 比如梦想和勇气 正如拱立胶 身为一名奥运四届元老 可服伤病和奥运期间年期 带来的种种挑战 这是一种对梦想的坚持 从2008年初登奥运赛场时紧张到发抖 到如今 以无人能及的绝对优势拿下金牌 拱立胶身上所展露出的 应该是一种专注执着之美 拱立胶夺冠之后就表示 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扔千球的胖胖的女孩子 她们也是一球一球的扔才拿到今天的成绩 在这日积月累一球一球的投掷之中 她们所彰显出的这种女性的力量之后 当下女子投掷已经成为了中国田径在奥运会等世界大赛上的一个夺金点 那么一个项目只有人才不断的涌现才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 拱立胶的夺冠也是更多的人加入到了这项项目之中 她不遗余力的这种推广所彰显出的又是一种担当之美 冬季奥运会期间 我的同事成功地让拱立胶和梁静茹在微博上牵手 因为拱立胶在采访中说 她最爱听的就是梁静茹的勇气 诚然 人生需要勇气 人生也需要梦想 这样的拱立胶 你真的很美 得嘞 就是跟您聊的这 下期新闻众小关 大纯能跟您接着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